第二 半夜在睡梦中 神叫他醒 神叫醒他 要他逃离到埃及去 祂输出 听到吗 大概读着圣经来的 是不是半夜 半夜哦 睡得好好的 睡得很梦醒的 上帝叫你醒来 哎 去 去埃及 你是怎样的感受 他没有跟神变入 没有浪费时间 他马上收拾醒了 带着老婆跑到埃及去 这个男人如果没有神的接入 他应该是一个很平稳 很过得平安 很舒适 虽然不是很有权利 嘎嘎点音 起码他是一个木匠 生活过得很安稳 遇到上帝 有上帝的生命里面 开始了 混乱把他生命 把他什么 颠倒了 他要成为一个盲 逃命者 盲 王命天涯 好好地在 拿撒的不是很好 在玻璃的不是很好 他要逃到埃及里面 你知道吗 从玻璃到埃及是很远很远哦 那时候没有火车 没有MRD 没有飞机 没有任何的船 坐着路骆驼 旅子这样过去 我不知道这个路程要多久 还要横廓沙漠 万一遇到强劫肥呢 万一遇到蚕狼呢 种种 还要带着一个麻烦 一个要刚刚要横 要等着生产的女人 不简单的 很多人可能被埋怨 埋怨身手 为什么这样低级上币 我现在在自行上币的工作 我不是坐在 我不是 这条路不是我选的 是神医被我安排 你还在安排这个老婆给我 你要我自行你的旨意 你还要我逃避啊 上帝对不对 你不是全能的神吗 我还要逃避呢 不要以为 你自行神的旨意 你为神做工 神就要为你开路 意思就是让个人 就算上帝没为了开路 上帝叫他逃 他没有说变 我没有信错上帝啊 这么全的神 你要叫我逃避到埃及去溜溜 应该是搞错了吧 应该是我的梦 是梦错了吧 可能我的梦啊 是我福星万想的梦吧 夜色没有这样 夜色决定相信神的话 他逃到埃及 而且是半夜老跑那种 有没有这样衰 可能会这样想 夜色没有这样想 好上帝叫我走半夜我就起来走 再推一百步 他的家两个人 马利亚和夜色都住在 破利肯的两个人 因为神掩护他们来到 新的地方叫 拿撒勒 我相信他们 这段一段的日子 夜色也开始开店做路这样的生意了 你做生意 他就走的 他必须放下他的事业 去到埃及 他陌生的地方 我再说一遍 夜色完全的束缚 我想这就是为什么 神会挑选夜色作为 夜色的养父 他灵性敏锐 他公义怜悯 还有他完全束缚 对夜色的养 他肩负了宝负 来打这位救世主 神的儿子耶稣 好使他以后能够 顺利拯救人类 从最终出来 这个过程并不是那么容易 这个使命是要一辈子的 我相信上帝为什么 这么放手 我都放心把耶稣交给 夜色来带他 他都怕 夜色会把夜色带坏 他也不怕 夜色会给他 错误的交易 交易